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48小时 跨越4个县市 走过15座乡村小镇 涉渡26小溪砖 徒步走了100多公里 这趟返向的路上历经风雨 每一步都在宣誓 挑战正要开始 还记得那个午夜 我从台湾南端的远银出发 不免不休了跟着队伍走了24个小时 此时我的脚底板渐渐开始丧失知觉 你想像你走路的每一步都像是你抽筋的时候 有人用力去压你眼角的地板 去逼你松开那最紧绷的神经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因为每次片刻休息之后 我在起身又是重新一次对抗痛苦的起点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或许不免不休连续走48个小时 身体的疼痛与心里的坚定是最大的挑战 对于在这个文化中长大的我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感受 以及认同自我家乡的文化 这段百里之行是挑战自我的极限 是传承百年无法 我的每一步都在我家的路上 真正在叫我家的 爱一步一步